6月28日,邓超一身白衣,现身顾安永并和孔雀成为他的超剧场开业出席剪彩仪式,除了他本人,连吴京白于梅也一同在现场现身。 在29日,邓超还在微博中分享了开业仪式上的照片,并调侃加入了一个发福的战狼。 在现场邓超和吴京一同为开业典礼献上了金手印,并竖起了大拇指,从超哥的表情中看出,对于他的第二家超剧场也是信心满满,互动环节。 台上调皮的邓超飞要跟吴京来个颜值大比拼,观众直接脱口而出,我觉得吴京更阳刚更帅气,而台下的吴京一口我有内涵也是引全场爆笑,完全是不给超哥留任何的面子。 为了翻回颜面邓超现场忽悠观众说孙力、小花和等等也来到了现场,天真的观众还在座位席中四处寻找,邓超随后补充道,这你们也信啊? 搞怪的超哥无时无刻不发挥他那逗比的性格,晒出的照片中,坐在观众席中的邓超还被网友调侃晒飞了,估计是连续太阳天录制跑男给晒飞了吧? 哈哈,超哥的确演过包青天啊,这绝对是个真爱粉啊,求超哥心里面积啊,又到了每周奔跑吧的时刻了,期待今晚伐木类时装秀超哥的精彩表现哟。 谢谢大家